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广东省文考古研究院的刘索强 欢迎大家来到广东考古游进第一站 大家马上可以近距离体验考古发掘工具 是不是很激动很开心 是啊 先别激动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各位小朋友有没有问过自己爸爸妈妈 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问过 有过 有过 应该很多小朋友都会问 作为我们人类 我们会问咱们人类从哪里来的 是吧 最早什么时候有人类 是猴子变的 圆 还是外星来的 还是石头里奔出来的 是吧 那么回答这些问题 只能靠什么 靠什么解决的 靠考古来解决 那么说考古 大家接触了很多 可能看过很多资料 看过很多这个纪录片什么的 那考古到底是什么呢 考古呢 实际上就是很简单 就是通过地下埋仓的食物资料 来研究古代的历史和社会 那考古干什么呢 那无非就是通过我们考古的工具和设备 进行考古的调查 勘探发掘 还有科学的研究 研究对象呢 就是地下埋仓的这些 我们通常所谓的文物 文物资料 这是考古所做的事情 考古论厂工作 通俗来讲呢 有个顺口溜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不知道大家 就是考古考古辛辛苦苦 不如爬山就是挖土 尤其像这种这么炎热的天气 待会我们看到很多哥哥姐姐 我们的考古队员 在这个考古发掘工地 进行挖土 进行考古发掘 通过考古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在中国来说 我们通过考古发现 其实就是三句话 一个呢 百万年的人类史 第二个呢 是一万年的文化史 第三个呢 是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那么广东 通过几倍考古工作者的 考古工作 在广东发现什么 发现了长达几十万年的历史 可谓是渊源流长 那么我们这一次考古延学呢 就是通过大家 到三个遗址 摩刀山遗址 青唐遗址 跟岩山寨遗址 分别是六十到八十万年 距禁六十到八十万年 距禁一万年 还有距禁五千年左右 那么通过这三个遗址 我们跟着最早广东的足迹 一步一步追溯我们广东最早历史 就是广东历史的起点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最早广东人从哪来的 然后怎么样一步步变成我们现在 现在的广东人 接下来呢 就由我们广东省考古研究院的 金雅琴老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 考古工具 大家好 前面感谢刘所为我们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由我介绍一些考古工作中常用的一些工具 那么首先 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平常在喝奶茶的时候 如何能够在不把奶茶喝完的情况下呢 去喝到下面的珍珠 那么一个 对 有同学应该是知道答案的 那么这个答案其实就是吸管 吸管这样的东西呢 是可以从奶茶底下把珍珠喝上来的 那我们考古工作当中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在不看到 不知道下面的情况的时候呢 来了解地下文物的一个分布情况呢 那我们就需要接触到很多的工具 那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呢 就是一个考古工作中一个特殊的吸管 也就是碳产 那就是我现在拿到的手上的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前面的碳产的碳头 一个是后面的碳杆 然后它使用的时候呢 是两部分结合到一起 然后从地表往下去打到地下去 把下面的土带上来的 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的 我们现在脚踩的地下的地面呢 它是有不同的颜色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地面切开的话呢 实际上能够看到它是像蛋糕一样 是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呢 它可能都是有不同的颜色 里面有不同的包含物 那么我们的碳产呢 使用上实际上就是 把地下的打下去之后呢 从碳产的碳头去带上来一些土 来分辨下面我们带上来的土 是什么样的颜色 以及它里面带上来什么的东西 从而了解我们地下有没有文物 有没有遗存 那么还有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考古的很多人会戏称我们说是挖土的 那么我们挖土的时候呢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也就是我们日常用到的最多的工具 就是这样的手铲 那么手铲其实它顾名思义就是握在手里的铲子 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实际上能够看到它的前面和两边的 一共是三个面 它都是有刃或者是有尖的 那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手握着它 在地面来进行刮铲 那么同时前面尖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来划线 那划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刮出来的地上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墓葬 有没有垃圾坑 这样的一些的遗存 那么这些手铲这样的工具呢 它其实是也可以分类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呢 有这种前面带尖的尖头的手铲 以及前面是比较方一点的 这种方头的这种平头铲 那么它们不同的类型呢 可以针对不同的遗迹 不同的土 当然也有个人的使用习惯的原因 会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工具 就是这种刮铲 还有一些小锄头 那么这些工具呢是常用的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呢 就和我们平常在家里面 种花呀 包括种菜的一些小的工具很相似 那么实际上这种东西呢 最初也是我们的考古前辈 从尼瓦酱的工具里面 把它改进之后 我们来使用的 那么考古发掘工具当中呢 有很多都是我们借鉴了其他行业的这些工具 然后拿来为我们所用 还有就是我们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能够看到很多文物 它其实是放在玻璃展柜里面的 那么它之所以是一件一件放在展柜里面的 是因为它比较珍贵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它比较脆弱 那针对一些我们出土的这些脆弱的文物呢 我们是有一些比较精细的发掘工具 那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毛刷刮刀 小的剃刀 还有竹签这类的工具 那么针对不同的文物 不同的材质呢 我们会使用不同的工具 来把它表面的土给清理掉 那么清理掉之后呢 再用毛刷 用不同软硬度的毛刷呢 把它上面的土给一点一点的扫掉 然后所以我们对文物 其实是有比较多的方法去保护它的 那么还有这些工具呢 就是我们考古发掘工程当中 需要一些比较精密的测绘的工具 那么有指南针 三角板 水瓶泡 还有我们能够运到的各种的皮尺和钢卷尺 因为我们所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遗迹呢 把它画出来 把它做掉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还需要 把这些资料留下来 留给我们的后人 让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就需要 把它精确的画下来 描述下来 还有这边的工具呢 主要就是我们进行拍照的一些工具 像这些是它的植北 植北的标牌 号牌 它的比例尺 标杆 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号牌 这些字母呢 就是实际上表示的是 我们一个考古工地的一个名称 还有它我们所清理的这个单位 那么接下来呢 就有我们的其他的老师 为我们介绍一下考古发掘当中 需要用到的一些科技手段 大家好啊 那个刚才杰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这个我们考古发掘中比较常用的 也是最基础的一些设备 那我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比较高科技的设备 这个看我手上拿这个仪器啊 其实不是很大 它叫X射线荧光光谱仪 那我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拍过X光片在医院 就是 对可能体检啊 或者有时候不小心坑坑碰碰啊 你可能会去拍 那个的话是不是有一台这个 有一台机器 然后呢就是它发射X光 然后呢穿过我们的身体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骨骼啊 这些就映照在后面这个底片上面 然后医生就可以去读 看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这台机器呢 它也是一个可以发射X光的 这样一台仪器 但是是不是比那个医院的要小很多 它的话也不需要就是有一个底片 它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口啊 它里面既有X光的发射器 它可以把X光发射出来 那么它打到我们的物品上之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 世界上这些物质呢 它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那么原子在被X光照射之后 它会发出一种光叫萤光 那么我们这台机器呢 不光可以发射X光 它可以接收这些物质被照射之后 得到这个萤光 那我们通过这个萤光就可以判断 我们现在照射这个物体 它的成分是什么 对 然后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实际去演示一下吧 就是它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里有一个按钮 然后呢 那个 这边有一个屏幕 然后这边呢 就它还集成了一个显微镜 就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有这件石器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 按一下 就可以开始测试 大概等 就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 然后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它测出了很多的这样的数据啊 就是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就是前面的话呢 它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这里啊 就是这个这些元素的名称 比如说镁啊 硅啊 这些元素的名称 然后后面呢 就是这些元素的含量 就比如说刚才我这个测试的是一件石器 那我知道它的成分有什么用呢 其实就是我们想知道 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了一件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比如说三十公里 五十公里以外 其他的一个遗址 也出土了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想知道什么呢 我们想知道 它这些古人用来做石器的这些石料 是不是一个地方来的呢 或者甚至是不是那个地方加工 拿到我们这里来的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对比它的成分 如果它的成分是一致的 是不是就说明它是一样的呢 那反之 如果我们发现 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很像 但是一分析它的成分 发现它完全不一样 那是不是就说明 它不是同一个来源呢 这个就是 在我们传统考古的基础上呢 有一些科技的方法 可以去助力到我们的考古研究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仪器啊 现在有很多种便携式的仪器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到考古现场来 比如说这里是拿出了一件文物嘛 如果那边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它们有新出土的文物 那我是不是随时可以拿着它 就去那边探方里边去分析 去测试 我立刻就可以给它一个结果 可以去指导它下一步的保护啊 发掘啊 这些工作 对 那就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 玉南磨刀山遗址的现场 大家来到这里 看到这个现场以后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感受 好红 好红是不是 对了 这里就是最突出的就是这个红土 尤其是这个红土呢 跟普通的红土不一样 叫网文红土 网呢 与网的网 文呢 就花文的文 文路的文 结果这种网文红土 跟普通的红土不一样 它的年代比较早 说到这个年代呢 这个旧日系 这个摩刀山遗址 是一个旧时期时代的遗址 大家也知不知道 是我们原始社会 时期时代 可以分两个 前后两个阶段 分别是旧时期时代 跟新日系时代 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吗 旧时期时代呢 是当时人们只使用打质时期 到了新日系时代呢 就产生了摩制时期了 而摩刀山遗址呢 我们就在这里发现了 只发现了打质时期 它是属于一个旧时期时代的遗址 摩刀山遗址的发现的年代 时间呢 并不是很长 是2013年1月份发现的 201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 我们在这个遗址呢 发现了300多件 将近400件打质石器 也就是说旧时代 旧时代 远古时代的 古人类的 使用的工具 用石头 打石头 加工产生的工具 没有磨过的 它的年代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 是距今60到80万年 非常久远 是不是 那么这个遗址是目前广东境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遗址 就这块红彤彤的土地发现的这个石器啊 改写了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历史 也就是改写了广东历史 这个遗址的发现是不是很了不起 对不对 大家参观摩刀山遗址感受一下这一片 这个古老的土地 然后呢 可以大家触摸一下 刚刚讲的网红土 这个红色的土 是吧 80万年前形成的土 大家感受一下来自远古的 奥秘也好 力量也好 大家感受一下 好同学们 那么我这里呢 跟大家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地球的历史 人类的起源 通过这些背景知识呢 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理解摩刀山遗址 它的考古发现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这个本身 我们这次研学是寻找最早的广东人 对不对 我们是寻根溯源 那么 人类的根 最远的 这个根 圆 就是要讲到地球的这个起源 地球的历史 可能有些同学 看过一些这个 关于地球历史方面的科普的读物 应该有一些了解 那么 大家知道 我们地球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呢 知道吗 46亿年 46亿年 然后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地质年代呢 就是 这个46亿年期间 在地球上发生各种地质事件的这个年这个时代 整个46亿这个漫长的年代呢 这个地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发生了很多次的地质运动 根据这个 我们的地球上 生活的 生物 演化的历史呢 把这个 地球 分了落干个 地质年代 地质年代 几个阶段 比如说 太古代 最早的 元古代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我们现在属储的呢 就是新生代 那么太古代呢 是 所谓太古代 就是从最初 46亿年前 地球诞生的那一刻 一直到距今 24亿年 整整跨越了20多亿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太古代 就是地球上 从没有生物 没有生命 到出现生命 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 地球上从没有生命 到出现生命 花了20多亿年的时间 是不是很漫长 但能想象吗 20多亿年的时间 不是23万年 也不是23年 是20多亿年的时间 那么第二个是元古代 距今了24万年 24亿年 到5.7亿年 那么 这个差不多 接近21年的时间 的元古代呢 是实现了什么呢 也是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从原核生物 到真核生物 从单细胞生物 到多细胞生物 实际上也是 非常简单的生物 非常简单的生物 也就是说 整个太古代 跟元古代 一直到5.7亿年的时候 地球上生活的 都是比较原始 比较简单的生物 然后真正出现的 复杂生物呢 到了古生代 距今5.7亿年 到2.3亿年 这个时间段 中间的古生代 又分了六个季 寒武季 澳陶季 滋留季 泥棚季 石碳季 二叠季 这个古生代里面的 那些季 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听过 这个每一个季呢 实际上都有一些 代表性的植物啊 这个动物 也就是说 它也是一个非常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生物演化历史 比如说寒武季 出我们常见的 这个无脊椎 出现了无脊椎动物 就是没有脊椎骨的 无脊椎动物 软体动物 以三叶虫为代表 然后到了这个滋留季呢 出现了真正的鱼类 有核的鱼 以前的鱼呢 之前的 包括出现的动物 是没有核的 没有下巴的啊 到了这个滋留季 也就是距今 四亿年左右 出现了真正的鱼类 有核的鱼 比如说这个盾皮鱼 看到没有 这个盾皮鱼 是不是很丑 是吧 但是这么丑的鱼 是地球上第一次 出现的真正的鱼类 有核 又叫有核鱼 真正的鱼类 然后到了 这个泥棚季呢 这个鱼类特别多 又成鱼的时代 到了石探季呢 出现了这个两栖类 然后呢 出现了最早的爬行动物 爬行动物大家知道吗 最早的爬行动物 恐龙 有没有看过 诸鲁鸡公园电影恐龙 这个时候 出现了最早的爬行动物 然后到了二叠季呢 这爬行动物开始了 发展了 比如这个石千蜂龙 这个呢 还是比较原始的 爬行动物 跟我们电影里 包括很多 这个动物园 包括博物馆看到的 这个恐龙是不一样的长的 是吧 比较丑 比较原始 然后到了中生代 就距离 两电 两点三十年 到六千 这个七百万年 这个中生代呢 又分三叠季 猪如肌 百二季 尤其是猪如肌 跟百二季 大家有没见过 这两个季 在电影 电视 见过 恐龙的时代 恐龙时代 其实恐龙呢 就是非常典型的 最典型的爬行动物 所以中生代呢 又称为是 爬行动物时代 这个时代地球上的霸主 就这些恐龙 霸王龙 翼龙 蛇颈龙 这时候是恐龙时代 所以爬行动物时代 地球上的霸主是这些大型的恐龙 然后这个时代的植物都是罗子植物 不是被子植物 然后到了距今六千七百万年 到现在进入了新生代 我们现在就属于新生代 然后新生代同样分两个季 一个第三季跟第四季 整个新生代哺乳动物 在这个时候出现繁盛 然后这个新生代 我们又称为哺乳动物时代 新生代的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距今两百五十万年 或者三百万年到现在 都属于第四季 我们现在也处于第四季 这个第四季就开始出现了人类了 一直到现在 所以新生代的第四季 也就是两百五十万年至今 或者三百万年至今 又称为人类的时代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地球历史 有四十六亿年 人类的时代 所以人类只有短短的 二百五十万年 这个时间 这个尺度 同学们小奶奶瓜里 有没有一个概念 非常短 当然说起来两百五十万年 好像也是很漫长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地球历史讲完了 接下来讲一下这个人类的历史 那么先讲人类的起源和演化 首先呢 什么是人 是吧 我们要讲 我们要理解 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是吧 尤其自然界中的生物分类 那么人属于动物 是吧 动物的一部分 动物界 然后脊椎动物门 脊椎动物门 脊椎动物亚门 就是我们是有脊椎的 就是也是一个大分 然后不入缸 不入动物 然后灵长木 我们也是有灵长类的 人科 人属 智能种 这是一个从大到小的一个 从大到小的一个分类 所以我们人 在自然 通过这个分类呢 人在自然界的一个位置 我们有一个大概了解 是吧 然后就要说到这个 跟现身灵长类 我们看到现在比如说 比较原始的狐猴 还有那些黑猩猩 大猩猩 这个动物园都能见到 电视上 大家看这个一个简单的表 我们人属于 同样属于在人科 人组里面 那么从这个表上 可以看到人跟黑猩猩 关系比较密切 是不是 然后跟这些长臂猿 什么的关系比较 比较远 所以跟现代的原类 黑猩猩 大猩猩来说呢 我们经常有的 有的科学家会说 从形象来说 这些是我们人类的近倾 这个近倾要打一个双引号 这个打一个双引号 那么实际上 从这个骨骼形态来讲呢 我们现代人是这样的 然后大猩猩 黑猩猩猩猩猩这样的 长得很像对不对 当然我们人直立行走 更挺拔一点 是吧 更帅气一点 这个黑猩猩猩猩猩这些呢 它是弯腰的 因为不能直立行走 形态上很相似 然后从遗产学角度来说 DNA通过科学的研究 我们人跟黑猩猩 DNA的相似度高达多少 超过98.5% 也就是说 从DNA基因的角度来讲 我们跟黑猩猩 看差别比较大 这是我们人类 这是黑猩猩 差别很大 但实际上DNA的差异 不到1.5% 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说 现代的 像以前现代原类 跟人是近倾 明白了吧 从DNA上 这差别不是很大 我们万块看上去 外观看上去 好像这个差别挺大的 当然 真正差别比较大的是 老龙俩 我们现代人 有1400毫升 然后呢 现代的原 比如黑猩猩大猩 只有600毫升 然后到了 魔刀三人生活那个时代 也就是北京原类 所在的 这个直立能阶段呢 大概 800到1000毫升 800到1000毫升 也就是说 北京原类那个阶段 比现代的黑猩猩 大猩猩 这些脑容量大 比现代人的脑容量又小 然后要说到 人类的起源 那么 我们一般认为 大概距禁 五六百万年的时候 人类 从原 古原内资里面 分化出来 分离 一步步走到 我们现在 演化成现在的人类 是吧 然后跟原来的 跟我们这个 我们的近亲 黑猩猩啊 那些 分开来了 走向了不同的分支 那么 人从原 从森林古原 那些 跟现代原类分离 它的时间 它的原因呢 实际上 科学家们还在研究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说法 有很多争议 我们现在这里不展开 直说我们 人类的起源 那么 刚才讲了 我们人类 是在 人类的时代 是第四季 大家 还有印象吗 新生代的第四季 人类历史300到600 300万年 居然300万年 到获得250万年 那么 如果我们把地球 46亿年的历史 比作一天24小时的话 一天中的一秒 约等于5万年 一分钟约等于300万年 把地球的 最初诞生 比成是凌晨0点开始 那么 我们人科洞 我们就是说 人类的直系祖先 是在晚上的 11点56分 同学们都睡着了 是不是 还有四分钟 到了子夜的凌晨了 子夜的零点了 那么人类的起源 到了晚上的 11点59分 也就是到了凌晨 零点 那一刹那 一分钟之前 人类起源了 南方古源 就是人类直接出现了 现代人 晚期这些人出现 到子夜 12点 也就是零点前的四秒 也就是说 把地球46亿年 比喻成一天24小时的话 我们现代人的历史 也就是 三或四到四个低搭声 那么短暂 这个比喻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直观了 人类的历史 实际上相对于地球历史 是非常短暂 非常渺小的 一天20小时 我们的人类的 现代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是一分钟 现代人的历史 是四个低搭声 四秒钟 那我们现在发现的 比较早的 跟人类起源 发现的比较早的 早期 人科全 我们的直系祖先的 化石的发现 比较早的是在非洲 东部和南部非洲 比如在南非 埃塞尔比尔 都发现了 距今200多万年 350万年 甚至更早的 这个化石 这个一个是 一个小孩的头骨 200多万年 汤恩小孩 这个是300多万年的 一个 我们的直系祖先 南方古猿 起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Lucy 这个女性的 一个300多万年 这个人化石 我们300多万年前 人类就长这样 大家看清楚 然后 这是非洲的发现 在亚洲呢 我们也发现 比较早的 像29年 1929年就发现了 北京周口店 发现北京圆人遗址 大家有没有去过周口店 那个北京圆人遗址 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北京旅游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 差不多 真正发现了 将近100年 发现了很多 这个古人类的化石 然后像 调科书里面提到的 蓝天人 圆某人呢 都距近100多万年 实际上 我们看 在亚洲发现的 早期 能化石的话 比起非洲 发现能化石 年代怎么样 晚对不对 晚很多是吧 我们亚洲发现 不超过200万年能化石 但是在非洲 发现了300多万年化石 然后尤其之后呢 在非洲 发现了距近 300多万年的石器 在中国 在东亚发现的石器呢 也就最早 也就200万年左右 那么从目前的 考古发现提供证据来讲呢 我们最早人类 是在东部非洲 最早出现的 我们人类是非洲 起源的 走一步步走 走出非洲 这是根据我们的 考古学家 提供的这个化石 跟石器是证据 那么这一个 这个图呢 跟大家简单介绍 就是我们地球上 我们古人类 我们人类的一个 演化的一个示意图 首先大概 400万年 甚至更早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 古园里面 出现了南方古园 就是那个路西 比较原始的南方古园 然后到了200万年 200多万年 出现了能人 所谓能人 就是能制造工具的人了 能直立行走了 然后呢 到了200万年 到100多万年 出现了直立人 也就是北京人 原人这个阶段了 我们磨刀山遗址 如果发现能化石的话 能化石的话 也是处于直立人阶段 然后到了20多万年 到10多万年的时候呢 出现早期制人 我们广东在这个韶关 发现了马霸人 处于早期制人这个阶段 距禁13万年 然后到了10多万年开始 一直到5万年左右 在全球各地出现了晚期制人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现代人了 晚期制人 现代人 这么一个简单的 人类演化的 这么一个阶段 大家了解一下 我刚才讲了地球历史 生物演化历史 然后人类历史 大家对于整个 我们人类的历史 尤其是人类在自然界 大概有一些初步的印象了 是不是 那么再次技术上 我们讲一下 磨刀山遗址 考古发现的意义 刚才我们在现场 也感受到了 磨刀山遗址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在磨刀山遗址展示馆 是属于云浮市 玉南县 河口镇的河渡村 那么磨刀山遗址 实际上是在2012年到2013年 在南江陆 我们进行考古调查 是发现的 之前我讲过 我们考古工作 有几项主要的内容 考古调查 考古发掘 还有科学研究 那磨刀山遗址 就是考古调查发现的 然后在真正发现的时间 是2013年的1月16号 然后为了对遗址 进行科学研究 我们在2014年的 4月到8月 对磨刀山遗址 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 总共发掘了200平米 然后在南江岸边的 网红图堆积里面 发现两个 旧世纪世代的文化城 两个古人类的活动面 也可以讲 出土了将近400件 这个十字平 就是远古时代 古人类使用的工具 然后根据我们的研究 磨刀山遗址的年代 是距今60到80万年 属于旧世代早期 那么在磨刀山遗址发现之前 我们广东最早历史 一说就说到 马霸人 距今13万年 所以磨刀山遗址发现的 一下子把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历史 从已知的距今13万年左右 一下提前到60到80万年 就一整个改写了广东最早的历史 我们要寻找最早广东人 那么就要从磨刀山开始找起 然后通过我们的考古一系列的 考古的发现 考古研究呢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磨刀山 实际上是当时几十万年前 广东最早的祖先在南疆河河滩边 不是山上 当时河滩边进行生产石器 包括从事一些狩猎采集 这些生计活动 它是一个当时古人类居住的一个营地 一个中性营地 然后这是磨刀山遗址发现的石器 大家看到实际上有很多 这个红的黄的斑点 就是埋藏在那个网红头里面 沁缆上去的 出土的石器呢 有手符 手稿 砍杂器 砍杂器 这一件是刮销器 然后石片 使用历石 这是磨刀山遗址出土的石器 那么通过这个发现呢 我们要来理解 为什么我们这次研学 磨刀山开始 磨刀山最早广东人 那么就说了磨刀山遗址意义 刚才我也强调 磨刀山遗址的年代呢 是距今六十到八十万年 它改写了广东的历史 广东最早人类活动历史 是吧 一下就延长了广东的历史的长度 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然后我们在磨刀山附近 我们刚才沿着的公路 有一条河流叫南江 在这个南江两岸呢 我们发现一百多处遗址 一百多处就是这遗址 它的年代呢 大概是从距今八十万年 一直延续到三万年 也就是说在磨刀山周边 我们发现了长达数十万年的 远古文化 远古文化 所以说整个广东 八十万年到三万年 这段漫长历史 都浓缩在这个南江两岸 也就是说最早的岭南文化 最早广东文化 几十万年的 就在磨刀山周边 当然磨刀山是最早的起点 因为它的年代最早 第二点意义呢 磨刀山遗址 不光对于广东很重要 对于中国也很重要 它入选了2014年度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是在每年在全中国 我们大概一千多项的 考古发掘项目 在一千项 一千项左右的 考古发掘项目里面 挑出意义 价值最重大的 十个考古发现 磨刀山遗址 就是2014年度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因为它的发现 不单是改写了广东的历史 也是中国旧世界时代的 一个重要的新进展 它代表了华南地区 中国南方百万年 能类史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另外呢 磨刀山遗址 还有一个世界性的意义 因为我们广东 我们岭南处在一个 东亚跟东南亚 一个中间的地带 所以说它发现的 这个时期也好 它的文化 对我们了解 远古时代的人类迁徙 从非洲到东亚 从东亚东南亚之间的 这个人群的远徙 这个远古人的迁徙 文化交流 有国际意义 所以我们看了一个小小的 不切的红色的土坡 实际上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不仅是对于广东意义 对于中国 对于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刚才我就把磨刀山遗址 跟它周边的这个 这些旧日期文化 跟大家讲 大家通过这些呢 了解了广东 从八十万年到三万年 这个发展的人类 跟文化发展的脉络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去青唐一纸 那是一个距今 两点五万到一万年的 我们就看一下 磨刀山跟这个南疆 旧日期文化以后 广东老祖先是怎么样生活的 各位小朋友 欢迎来到英德青唐一纸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 是英德青唐一纸的 黄门园二号洞地点 大家来到这里 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热 没觉得很凉快吗 这个洞是不是很大 对不对 就因为这个洞大 所以呢 适合古人类居住 青唐一纸呢 实际上发现的比较早 它发现1959年 但是考古发掘呢 就在前几年 2016到2018年 那么三年的考古发掘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大家想不想知道 我们在这里 三年的考古发掘 总共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 有什么呢 古人类化石 打制石器 磨制石器 穿孔石器 还有早期陶器 就是比较原始的陶器 然后呢 还有骨脚器 还有一些植物的遗存 比如说 这个小的 这个动物的果实 植物的果实 这些植物遗存 总共一万多件 类型比较多 数量也比较多 然后这个遗址的年代呢 是从距今两万五千年 到距今一万年左右 整个也就是说 古人类在这里生活了 一万五千年的时间 大家能不能感受一下 一万五千年的时间 是有多漫长 我们一般人 能活多少岁 大概平均七八十岁是吧 多的活到一百岁 一百年 但是这里 曾经有一万年的时间 一直有广东 最早的广东人在这居住 大家感受一下 一万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在这里 发现了这么多文物 当然还有一些更为 精彩的或者神秘的发现 比如说 刚才我讲的青唐少女 青唐少女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遗址 就刚才我们走过的 那个洞 一号洞 在这个遗址发现了 一个距今 一万三千五百年前的 一个墓葬 那个墓葬呢 是一个相对 比较完整的骨架 除了头骨没有 其他的从手指脚掌 然后整个肢骨 到肋骨 还有我们的宽骨 骨盆这个地方都有 连手掌骨都有 特别完整的 一万三千五百年前 然后呢 东国我们的研究 它是一个 十四到十八岁的 一个年轻的女性 一个少女 说我们叫年轻 叫青唐少女 她的身高 大概在一米四五到一米五 身高不高 比你们小朋友 稍微高一点 就这么一个 青唐少女 一万三千五百年前的 一个少女 一个墓葬 埋在这里 在遥远的年代 一万多年前 她的同伴 在她死去之后 把她用了一个 非常独特的 一个造型 她不是说 大家知道 人死后 埋葬的话 看过电影 有没有看过 怎么埋葬的 直钉钉的 倒在棺材里面 是不是 但这个青唐少女 不是的 她的同伴 把她用一个 叫蹲居的造型 蹲居葬 就蹲着的 把她弄成个 蹲着的造型 把她挖一个小坑 埋在小坑里面 大家知道 小朋友们 在妈妈肚子里面 是什么样一个造型吗 对 也是蹲着的 所以有一些 考古学家觉得 这种蹲居葬 可能是为了模仿 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 那种样子 当然 只是一种推测 但也有学生觉得 他可能代表 一种什么的 一种 一种朴素的 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 一种观念 反正他就是用 这种特殊的知识 来埋葬 青唐少女 他们的同伴 不是说 大家想的 一万多年前 什么呀 银毛如雪 是不是 穿着兽皮 很原始 对不对 兹蛙乱叫 但不是的 那个时候 实际上 还是很讲究的 就他同伴死了以后 不是随便一扔就完了 把他尸体 把他骨头 是用这么一个 葬式来安葬他 然后这个青唐少女 旁边还有一枚什么呢 有一枚骨针 缝衣服的 一个小针 可能是这个青唐少女 生前的 他用来缝衣服的 这个工具 说他这个随藏品 说是一万多年前 我们想的很遥远 对不对 但实际上 这个从青唐一直发现的 我们发现的文物也好 这些墓葬 遗迹来好 它的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 包括精神世界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除此外 我们发现了什么 火糖 用火的遗迹 火糖 然后火糖 火糖周围的很多 烧过的动物的骨头 因为当时的 我们的考古发现的 好多什么的 动物的碎骨 动物的骨头 很多大部分都是鹿 梅花鹿 水鹿 这些鹿的骨头 鹿的骨头 最大的一个明显的 一个特征 奇怪的地方在哪呢 都烧过烤过 都黑色的 刚才我讲 我们发现了火糖 说明什么 一万多年前的人 已经吃熟食了 大家想的 好像一万多年前很遥远 是不是 是生吃的 不是的 都烤过 煮过 都吃熟食了 大家不是想的 一万多年前的 广东的老祖先 都是生的 没有 它们是熟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还发现 什么 距今 大家记住 一万七千年前的淘气 这是广东最早的淘气 距今一万七千年 比青唐少女年代还要早 大家能想象吗 一万七千年的时候 发明淘气 之前我讲过 人类发明淘气 就是是吗 告别了 用手抓的事 对不对 有成食物的碗 罐子 是吧 可以喝水 什么的 一万七千年前 广东老祖先 已经发明使用淘气了 然后呢 用淘气来煮食物 成食物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神奇 一万七千年前 大家能有这个概念吗 一万七千年前 所有发现这么精彩 这么类型丰富的 遗迹 遗物 刚才讲一万多件 各种遗物 能够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呢 两万多年 距今两万多年前 到一万年前 广东老祖先 从原始的狩猎采集 就靠天吃饭 到最初开始出现 最初的农业生产了 定居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就在这个洞穴里面 大家想着可能这个 哦这是一个洞 可能就在那边吃吃喝喝 当然他们是 当时的老祖先是在这里 生着火 吃着烧烤 是吧 又吃着鹿肉 还吃着这个和鲜 有河磅啊 这个海 螺丝啊 吃得很好 我们不光发现了 他的生活的这个场景 实际上还发现了一个什么 一万五千年 这个时间的长度里面 一个很大的 一个历史的转变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上大家看到的这个方的 是叫探方 大家对考古的探方 有了解了哈 是我们考古发掘的作业单位方方正正的 那么这里的探方跟其他的探方不一样 这里总共30平米 一共分了30个一乘一米的那个小探方 这是洞穴发掘我们非常非常精细啊 一米乘一米的小探方 在其他地方 比如岩山寨意志呢 我们是5米乘5米的 挖的比较大 这里看到的方形的实际上是 30个一米乘一米的探方 那么在这个探方里面呢 我们发觉还发现什么呢 大家看到好像住在洞下 洞里面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 我们还看到它有 好像有不同的房间一样 比如说这个大石头 大家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 这个大石头 实际上在两万五千年之前 已经从山顶上掉下来了 然后当时古人在这生活的 就围绕这个大石头 当时我们发觉 比如说这个大石头 靠着外侧这一块呢 发现了很多的 动物的碎骨 还有一些灰堆 烧火的灰烬 那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一两万年前的是 最早的广东在这里 伸着火堆 吃烧糕 聊着天 可能弹琴说啊 可能在表演歌舞 然后在我脚下这个地方呢 发现了一堆 制作石器的 一些什么碎块啊 石料啊 可能这一块呢 是用了一些加工石器 工匠在这里工作的 然后在石头的里面呢 发现了很大块的动物的骨头 包括很大块的什么 乌龟王八的 甲鱼的啊 那个背上的 那个背甲的那个片片 我们怀疑那个地方呢 是古人用来堆放食物了 相当于什么 那边好像像是个仓储间 或者厨房 这边呢 是一个会客室 一个餐厅 这边呢 是一个公主间 所以说我们想想象一下啊 小朋友们 一两万年前 实际上是我们的老祖先 我们觉得他很原始很落后 但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遗址 清堂遗址 这小小的洞穴 其实反映了很多什么的 当时的社会的 生活的场景 是不是啊 实际上我们看上去 这个洞好像很 就是一些龙洞 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 埋藏了一两万年的 远古的奥秘 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 考古研究 揭露出来了 清堂遗址呢 我们就体验完了 接下来我们去岩山寨遗址 各位小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 应得岩山寨遗址 这个岩山寨遗址呢 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老遗址 为什么叫新发现呢 这个遗址是2017年 我们才发现的 然后从2019年 一直到今年 连续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 为什么叫老遗址呢 因为他的年代比较老 他大概距今 那5500年到2500年 真正经历了3000年的时间 然后他这个年代 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 是从原始社会 也就17时代 像青铜时代 转变的这么一个阶段 从原始社会 向有国家 转变的这么一个阶段 也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叫 有一个大的考古工程 叫这个中华民太原工程 这个中华民太原工程 研究的阶段 研究内容 就是我们岩山寨遗址 这个阶段 所发现的这些文物也好 这些社会的转变也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这个 对着这些我们 岩山寨遗址出土的这些文物 跟大家讲一下 岩山寨遗址的 这个遗址的考古发现 以及它背后的一些 反映的当时人的 怎样的生活啊 是吧 当时社会是什么样的 讲之前呢 我又要问小朋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平时吃饭 用的什么 什么碗 是不锈钢的 瓷的 瓷的 那大家知道我们人类 第一次或者说 最早用来盛放东西的 是什么 什么器物 是陶器 是陶器 有陶 也有木碗 但是最早的还是应该陶器 没有发现 目前考古发现的 比如说有陶罐 有陶波啊 小陶壶啊 陶豆这些 陶器怎么样生产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用泥土 当然是比较干 用泥土 对 和上水 然后呢 捏成形状 然后用在火里烤 把它烤硬了 就生产了一个陶器了 这是人类第一次 用自然界的一个物质 然后经过加工 改变它物理性质 制造出了一个工具 有了这个陶器以后呢 我们人们早期的 这广东人就告别了什么呢 用手拿着吃饭的 这个生活了 可以端去碗来吃饭了 可以用罐子来盛水了 可以放存储食物了 就不用在露天随便 随便堆放了 不容易坏了 那么我们现在 减千这些陶器呢 大家看到 这个是个陶罐 这个也是个陶罐 这个是一个环底的 底下是圆的 这个是这个 这个有矮圈足的 有脚的 然后这个呢 脚高一点 这个叫陶壶 用来可以喝水什么的 然后这个呢 我们叫陶豆 这个呢 大家看像不像一个果盘 点灯用的 不是点灯用的 点灯的那叫灯斩 就是 都叫豆 蚕豆的豆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 回去查一下 那个豆一开始 那个 这个比较早的写法 就是跟这个器物是一样的 豆子的豆 对 豆的话最早是用来 代表这个器物 叫豆 像个果盘一样 可以盛放东西 这个 通过这些陶器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白色的是 石膏修 对了 石膏修补的 我们在遗址里 通常发现的很多呢 就是这些比较残破的 通过这样一块块拼起来 用石膏修复以后呢 通过这些陶器的碎片 来研究当时古代 最早的我们广东的先民 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 他们的生产技术 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审美 有什么样的审美的取向 是吧 他们喜欢是高脖子的 还是矮脖子的 还直脖子的 还是这个长脖子的 这都是有说法的 包括这个 你看有文饰 是吧 包括还有像这个 附加堆文 有装饰 然后这个呢 也有一些像竹节一样的 这个装饰 他们 就是说我们早期的 广东的老祖先 不光说简单的 说制造一个陶器用来用 他们里面 还有很多讲究 他们代表他们的什么 他们一些审美上的 一些想法 是吧 不是说弄得很丑的东西 是弄得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饰 拍音的非常漂亮 这个 这个也看上去 好像有点古怪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 那么这是陶器 就是用来 日常生活用的器皿 当然呢 人们死后 也用它来 作为随葬品 放在墓里面 用来这个 陪伴他 死去的人 然后在这边的呢 哦 这个还有两件 是陶纺轮 也是陶器 说纺轮 大家知道用来干嘛的吗 对 用来纺线的 说明当时 四五千年前的 广东的老祖先 会怎么样了 会纺线了 啊 丝绸还没有 但是用比较粗的麻线 什么的 为了纺线 可以制作衣服了 工具了 这是纺轮 然后这边 两排呢 都是石器 这些呢 我们都叫磨制石器 所谓的磨制石器 就是说 我拿一个石头 再拿另外一块石头 把它磨成 具有一定形状 一定功能的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叫做石崩 有点像现在这个 大家可能没 现在因为木匠比较少了 像有点像木匠的 木工用的那个袍子 这个石崩 这个呢 石毛 就枪头 武器 用来可以狩猎 可以跟敌人作战 作战是吧 这个呢 叫石竹 所谓石竹 就是石箭头 用来什么样 拉弓射箭 是不是 也是武器 这个是工具 石崩是工具 石毛 石竹是武器 这边呢 也是一些这个 这个工具 像这个石材 或者有点像石斧 石材 有穿孔的 看到没有 这个磨得非常的精致 加工件石器 用一件石器 一件石 一块石头 对着另一块石头 进行打磨 加工出这么一个精致的石器 是非常不容易的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早期的 广东的先民 制作的工具 是多么不容易 因为那时候没有机器的 全是手工打磨 手工制作的 然后呢 像这个石崩呢 还各式各样的 大家看到 这个 我们叫双肩石崩 有两个肩膀的 看到没有 它用来可以 捆绑在木柄上面 用的 所以叫双肩石器 这个呢 又短一点 这个 你看大家看 形态不一样 它可以 根据不同的功能 制作不同的工具 然后呢 除了这个 实用的 像工具啊 武器 还有一些 我们叫锂器 就是锂上用的 比如说这个 也是 是缠的 我们叫石张 它是象征的权力的 然后这个石环 也是一个缠的 它是一个圆的 如果完整的话 它可能是戴在手上 用来什么呢 做装饰品的 所以说 从这些石器 也可以看到 当时社会的 方方面面 有生活用的 有生产用的 有打仗用的 有狩猎用的 还有装饰用的 是不是 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 还比较 不是弱厚了 比较精彩了 不是纯粹的打猎 吃饱饭就行了 他们吃饱饭以后 还要装饰 是吧 还要代表权力 有了阶级的分化了 可能有了小 可能有了 这个初级的国王 或者小大村长了 至少是 包括我们 其实在这个 沿山的遗址发掘呢 还有一些 这里没有长出来 有一些玉器 像玉虫玉壁 代表着这个 玉岳 代表军事和宗教权力了 有大基石了 这个当时的社会 非常精彩 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那么我们这个遗址 实际上是 也是比较复杂 现在我们探明的 这个沿山遗址的 面积多少呢 10万平方米 它是广东目前考古发现 面积规模最大的 一个史前的中心聚落遗址 什么叫聚落 就是一个村落 一个村子 大家可以想象 就四五千千前 我们站到这边 身后这个草地啊 这些都是一个大的村子 或者一个小镇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原始的城 一个小城次 或者小村镇 那么在这个遗址里面 在这个大村子里面 我们发现有 比如我们站在这一块 是用了埋葬死去人的墓葬区 然后待回去的呢 是活着人居住生活的居住区 实际上它有不同的工农分区 这个遗址 当然我们目前了解的 也就是这么多 实际上还有很多 更 更多的 这个秘密 等待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考古学家去破译 我们从磨刀山遗址 再到青塘遗址 一直到岩山寨遗址 了解了 早期广东 或者早期岭南的 文化发展脉路 和早期广东人的足迹 从直律行走的元人时代 到农业圈的 史先革命时期 一直到文明起源阶段 我们通三个遗址 了解了 源源流长 长达几十万年的 早期广东历史 那么到这里 广东考古邮静的 开学第一课就结束了 大家回想 这考古邮静脑袋里 首先浮现最早的广东人 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不是还有很多 疑问呢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